华联市公所办理112年度编号香道及市区道路重要路段养护工程 4月6号开始将在和平路进行道路铺路的施工 范围从自立路一段到林森路口包含永吉桥等路段都会配合封闭 市长魏家彦提醒用路人要提前改道通行 华联市公所办理112年度编号香道及市区道路重要道路养护工程 4月6号起将在和平路进行道路跑铺施工 范围从自立路一段至林森路口包含永吉桥等路段都会配合封闭施工 那我们花联市和平路是我们花联市重要的东西向交通要道 也是吉安跟花联的一个重要的联络道路 那由于据我们所了解和平路大概有大概10年以上没有诊断的重铺过 那我们这一次利用花联县政府补助的425万元 我们来进行林郑街到林森路口这样一个和平路的一个路面重新铺设 也希望说在林森林郑街的这个部分的车流能够往别的地方去行走 那接送孩子们的部分请大家多绕一点路 那也希望我们天气能够好 然后在三天以内会完成这样的铺设的一个阶段 那在这边也要真的跟我们所有家长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们希望还给我们用路人跟孩子一个安全的道路 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铺设 在这个假期的期间请大家都避免这一段路这样 这项道路养护工程全长约376.5公尺 四座面积达6416平方公尺 预计施工期间为10月6日至9日 每天上午7点至晚上8点 期间将实施路段封闭 如果遇到雨天则会顺延 而市长卫嘉燕提醒庸路人提前改到通行 如果有行进现场也请遵循现场交管人员交通号制及标线指示行驶 减速慢行以维护交通安全 记者徐立琴华电视报导